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有一个系统可以去查 处理怎么样 为什么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 在过去公路警察跟刑事警察 有一个叫做张车查气系统 他们自建的 然后就可以透过影像辨识去追踪 如果在路上看到张车车牌 他们会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做进一步的追踪处理 那目前因为我们收费站已经不存在 所以那个系统已经拆掉了 那公路警察跟刑事警察 跟我们站在协调 希望能够在 因为ETAG是有影像资料 他就特定张车 特定有问题的车子的话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做一个查询的连线 但这个涉及到各支 我们跟法务部有请教过 法务部也认为说 必须要有限度来使用 我们正在跟他做协商的动作 以前可以 现在不可以 哪有各支问题 那是他自建的 那是他自建系统 我们不提供 那是他自建 现在因为是用到我们ETC ETC本来是只能做收费 政府应该是相通的 是我们现在是按照法务的 是应该共享 按法务的解释函 这是行政作为的问题而已 是我们在协调 现在还在协调 所以你看 你看现在都是本位主义 没有没有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是很乐于提供 但事实上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 也有一些委员很 很害怕那个个资呢 个资当然要 个资当然要保护 但是他已经是犯法 涉及到 这个犯罪的征法的时候 那是特殊状况 要配合嘛 结果你急使把它破坏掉 这个有进步 这个退步啊 我们会会会 什么时候坚持起来啊 就像内政部的 护政资金系统一样啊 他认为旧的太 太扯儒不堪啊 要废掉 结果新的来比旧的还严重 政府怎么老师都做这种事情啊 这个属于系统连线 我们要跟那个相关 那位协调 还是相关 我们不是需要单位 是形势 形势局是需要单位 好在因为我朋友 小孩子车子丢掉 我才知道说 你们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旧的机制 被破坏掉 新的怎么接上来 新的还没接上来 旧的是不能 汇除掉的 好 这怎么会这样啊 所以要 都 哎呀 也没说 这个政府啊 这个利益漏漏漏 哎 这是一项 很多啊 我没完啊 我想这里面 当然我们会在那个 基本上呢 因为这个 拆掉 赶快 赶快 很早就知道了事嘛 所以的确行政系统 这里面呢 是部位的这条 需求单位呢 你看 好 跟我们协调 好像很简单啊 不是 不是我们不愿意配合 警察人家说 哎呀 报案 拜托你找资料啊 有啊 城市里面 现在警察的这一个 这一个监视系统 非常的绵密啊 非常绵密 但是离开市区 哇 断线啊 不晓到哪里去了 那警察说 哎没办法了 离开我们怎么也没办法 那警察跟 跟 跟民众说没有办法 就一句话 好 那关于他这个交通部不配合啊 没有 绝对没有不配合 所以今天讲 你说要配合 那警政室在干什么 没有跟你要求 哦 那如果你配合了 为什么你的 他的系统拆掉 结果你的系统没有接上来 有配合 哦 跟委报 我们系统是存在的 目前 这个电子社会 台湾的安全哦 是存在的 台湾的安全哦 要保障人权啊 现在就是 靠 靠这个科学办案 科学办案就靠 这个 靠电子啊 数位 这个增防 然后这增防的资料 要严格的 透过人为的 这个管理 加以 真正的保护 是 跟保密 是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接老的部分 需要使用的时候 需要解密的时候 有严谨的程序 是 很快速的 哦 这才是两千其美啊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接老的部分 现在三十几万 外劳在这里啦 你确定他们有被吸收 被信念 哦 渗透吗 啊 现在中国科 越来越多了啊 哦 从两位数也变成三位数啦 以后就变成四位数啦 哦 你保证他不会 这个被信念的 然后 有任务了吗 所以这个说 你靠的 就是这一套 阵亡系统的绵密 有效 然后全民呢 既爱台湾 哦 合作 就这样啊 结果 你自我破坏掉 好啦 台铁啊 怎么办啊 来台铁怎么办 来范局长 哦 问题发生了 我没钱 来怎么办啊 今天范局长说明 24小时 那整个国家GDP损失多少 你知道吗 那个 我们现在 整个的抢修过程 事实上也在检讨 要尽量把它缩短了 那这次是因为 原来BG晚上七点半 后来发现这一段 呃 四公里的路段 我建议部长啊 哦 该台秀换金的 哦 就是死于资本门 你边那个 跨年度的议算 哦 边特别议算 那以后 你边 在边公议算产还 因为他那个时间就是效 时间就是金钱啊 时间就是效益啊 结果你慢慢修 哦 我说 像一部车子一样 哦 天天修 结果一年下来的 没有一天 车子是好开的 但是要弄做了 一年后 花了钱 结果是 跟一次修是一样的 很简单的算数啊 企业技能是这样搞的 哦 预算编不出来 哦 你没有财务 没有财务管理的能力 怎么编不出来 报告委员 这一次 这一次这个问题 跟预算是没有关系 哦 没有关系 那他说没有钱啊 不是不是 他说因为他没法 没法一直这个更新啊 所以他就慢慢 戳换慢慢戳换 这一次的这个 这次的故障 是电车 那个 急电工的问题 那刚刚讲到的是说 我们今这一个会 那不是说七成啊 几成已经超 已经超 已经超 预赢啊 我们要跟预算 把这个老旧的电车线呢 改更新 这是没有错 但是这一次的 故障跟预算 跟这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提到这一次故障的时候 没有提到说老旧的更新 因为啊 该更新的问题 为什么提到 我跟委员简单报告了 哦 因为这个发生事故 所以这一次 例如说是心脏病 那你老实说 这个没有钱去洗肢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第一时间是 电车线被扯断 所以大家的认为说 是电车线有问题 那事实上 我们经过整个 这个事故 收证分析以后 发现是 车子上面那个急电工 那个出问题了 这个电车线这个部分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系统了 是是 整个系统了 系统当然是多个层面啊 那以台铁跟日铁来讲 人家日铁就一次 把它们凝化 所以所有问题解决了 那你台铁这样拖下去 问题更严重 你要说 这个资本门要改善 结果涉及到的 经常门 涉及到退休金 那要补助补助 几十年 二十年来的时候是这样 台铁就这样啊 哪一天好过 那对交通的贡献呢 那那个时候 你说这个高铁以后 你台铁 要结印化 要期间化 也没有做到啊 那真正需要用台铁的时候 台铁问题又马上出来 所以 所以是这个 高铁 毁灭台铁 然后高铁有一天自杀 没有啦 因为事实上 高铁通车之后 台铁每天的运量 还是有在增加 现在台铁每天 是六十多万人次 那这样 那个 在出战的时候 还达到八十八万人次 历史新高 所以台铁 还是个非常重要的 运输工具啦 所以 所以并没有因为高铁 那这样更好啊 如果你总运量 是提高 是增加的 可是你的经营 你这个市场呢 它本身是有潜力的 对 我们觉得还有 就是你的经营 管理效力的问题吧 这确实是有改善的空间啦 所以我们事实上 已经有一个 那个诊断小组 正在进行 其实交通跟经济啊 它是相互相成的 对 你交通效力提高 你经济成长 力就会提高 是 经济成长力提高 市场扩大 交通 这些效力 是 交通的这个市场也扩大 是 它是相互相成的 但是基本上 是从交通建设 跟交通管理的效力开始 对 完全同意 这个是本末 是 因果问题嘛 那你交通这边 你有障碍 有瓶颈 没办法突破 那你就妨碍到经济成长 你看 塞车 塞一个钟头 一天八个小时 的工作 工作时间 塞一个钟头 就是浪费 生产力八分之一 成本提高八分之一 那你这样 老是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是落损 是经济体系的一个落损因素 这个落损因素 应该把它 所以我们会努力 所以我说轻松一点讲 因为是无奈的 讲太深了没用 唱高调没用 你那个最基本的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说 谢谢委员 你借在委员 要自己去改冠 政府不要向人民收钱 我主席给你一句话 我管过财务 我当过市长 很简单 政府不能说没有钱 因为政府的钱是用创造的 民间的钱是用赚的 政府如果想赚钱的话 会害死经济 害死人民 但政府不创造钱的话 人民一定没有钱可以赚 创造 什么叫创造 什么叫创造 想一想 政府说没有钱 那表示这个政府 是没有资格存在的 世界哪有一个政府没有钱 只有没有能力治理的人 才会让政府变得没有钱 政府的钱是创造的 不是赚的 交通部这几年 事实上创造很多的钱 是有在努力 台铁也事实上在这边 不算提高费用 你看那个ETC 我不要讲 你看社会成本等等 差多少 本来设计就错误 当时那个毛部长跟着说谎 我要质疑这个系统 结果他跟我讲的 答复的跟今天不一样 那时候被骗了 如果他那时候不骗我 我今天不会让这样的一个系统存在 世界上有这种系统是这样搞的 问你在哪里很清楚啊 你自己心出肚明 那不是毛部长时候签的 之前的民进党的部长的时候签的 对啊 ETC那个是这样子 没错 但是已经代瓜成瘦了 实际上是民进党时代的部长签的 通过的 我没有乱讲 好来 我们谢谢那个 刚刚的许天才委员